好的,可以听到,那我们就开始上课了。 首先呢,非常欢迎新梅同学来加入我们CDM的课堂,我是瑞娜老师。 接下来的五天呢,将会在每一天的上午,我们时间可能会稍微调整一下,如果有急事的话, 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会在每一天的上午来陪你完成这个HSKK高级课程内容的练习。 那么今天呢,我们是第一堂课,第一堂课,老师先要了解一下你的整个汉语的水平, 包括你的句子的组织能力,也就是你造句的能力,然后还有你语法的能力,包括你发音,标不标准。 那这些问题,你自然的和我交流,我就可以听出来。 好,那看来新梅同学的这个听力还是很好的,刚刚我说话的语速有一点快,你还是能听懂的,对吗? 对,都听懂的。 嗯,好,都听懂的,那我就保持这个语速。 然后呢,新梅同学,可以告诉老师,你以前考过HSKK高级吗?还是没有考过? 读前还没考过的。 哦,没有考过。 好,那你看过这个题目吗?试卷是这个样子? 嗯,已经看过了。 嗯,好,已经看过了,那就好。 我们要对我们的考试的试卷是什么样的,要提前了解。 好,那HSKK的高级呢,它有三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题是听后复述,你要听一段短文,比较短的一篇文章,然后听完之后,自己去复述,你刚刚听到的内容是什么。 那新梅同学,平时可以听得懂她在说什么吗?有没有做过相关的练习? 嗯,我的听力有点差的,所以呢,她说完的话,我可以听懂,但是不说的话,我怕,我有点气力不太好的。 嗯,所以她说完,我又忘记了。 哦,好,那老师了解你的问题了。 你可以听懂,但是听完之后,你就忘记了。 好,那这个问题,我一会儿会教你怎么解决。 好,然后第二个题,朗读这个题,比较简单一点,你练过吗? 嗯,因为我发音不太准确的,我的这个声调的,我发音不太标准。 嗯,声调的问题,好。 那还有这个,回答问题,也就是这样的题,你可以在两分钟以内想出来,然后说完你要说的内容吗? 嗯,因为时间有点短的,所以突然想出来,我想说什么,我也有点难的。 哦,好的,我了解了。 好,那我听下来呢,你的第一题,听完之后,就忘记了它的重点内容是什么。 还有你的第三题,在短时间之内,没有办法很快地想出来该怎么说。 那第一题和第三题,你存在的问题就是汉语的思维逻辑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的课呢,老师就先教你这个方法,然后我们再来练两个题,最后再来练一段听力。 然后,关于你朗读的问题里面的发音,声调不准这个问题呢,我们放在明天上午来解决,好吗? 好的。 嗯,我们第一天解决你的思维问题,第二天解决发音问题。 然后,剩下的三天的课程呢,我们就来反复的训练,把我们的方法掌握好。 好,那现在呢,你跟着老师的思路啊,无论是听还是说,好,你听一段文章和你说一段内容, 它的根本都是你在听或者表达了一段文字,那么在汉语的表达里面呢,文字,一段话,它是有逻辑的。 啊,你看这里,我说思维先于表达,你要先想得出来,你才能说,对不对? 嗯,是的。 嗯,是的,然后这个越南语,你可以先看一下。 那为什么你在听了别人之后,别人说的内容之后,你想不起来它说了什么? 因为你听了,但是你没有找到别人说的那段文字里面的逻辑是什么? 你找到了逻辑,就找到了重点,然后你就把重点说出来,你就可以得分了。 然后呢,在你表达的时候,为什么你想不起来怎么说呢? 为什么短时间内想不出来怎么说呢? 因为你没有这个汉语表达的逻辑,所以你会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把你想要说什么,该说什么这个问题一下子想出来,你就会觉得脑子里很乱。 感觉想起一句话说一句话说一句,然后最后说出来的效果不太好。 嗯,就和你听的时候是一个样子,你听到了一句,然后你就一直记着它,但是你没有注意它整段话的逻辑是什么。 所以呢,我们今天其实还是要把我们的这个逻辑找出来,然后逻辑的方法训练好,那之后无论你是听一段文字,让你复述,还是说让你直接思考之后说一段文字,你都能够非常快速的反应,并且很有逻辑的表达。 那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事情,那么其实在每个国家的语言文化里,都是有表达的逻辑性的,那在汉语里面啊,我们一般在说话的时候,和别人说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说清楚,要怎么让别人听得懂, 就是要有逻辑,要有一个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在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一般先说什么,然后说什么,最后说什么,它是有一个顺序的,那你找到了这个顺序,掌握了这个顺序,你就会很容易的把这些问题解决掉了。 这个就是我们最根本的方法,好,那我们汉语表达的常用思路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作为中国人,在和别人说话,和别人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一般会怎么说呢? 首先我们会先说说是什么,然后再说说为什么,就是原因,这是一件什么事情,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遇到这件事情,那遇到这件事情,怎么办?或者说这件事情这么好,是怎么做到的? 然后最后我们再会说,那这件事情的结果是什么? 你看,是有一个逻辑的,先讲是什么,然后再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这件事情会是这样子,说原因,回答为什么的问题。 那为什么结束了之后呢?再说说怎么办,最后,哎,说说做法之后,最后说说这样做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就是怎么样? 好,那这个逻辑其实是非常好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我们中国的表达当中,不仅是,比如说小的,我们平时和爸爸妈妈和家人朋友来分享自己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首先会说,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怎么办?怎么办?怎么样? 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就跟你说,啊,新梅,早上好,啊,雷娜老师,今天早上呀,很开心。 什么事情让我这么开心呢?哎,我先说是什么,因为,是因为今天早上,我吃到了一个我很喜欢吃的汉堡。 啊,然后,为什么我会在今天吃到了一个我很喜欢的汉堡呢?哎,因为,我今天很忙,早上起得很早,我以为没有时间吃早餐了。 但是,我的好朋友知道了我很忙,他起得更早,提前帮我准备好了早餐,而且还是我最喜欢吃的汉堡。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为什么会给我买汉堡呢?因为,他已经听说了我最近很辛苦,然后他很心疼我,所以呢,他就去买了汉堡。 然后,我拿到汉堡之后,然后,我拿到汉堡之后,我就非常感谢他,并且,就很感激地吃完了这个汉堡。 那,结果呢,就是,我收获了一整天的开心,今天,让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我的朋友也因为,我的这种开心而感到很开心。 那,所以,你看,这件事情,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怎么样,好,小到分享一件日常小事,比如说像刚刚老师说的,然后,或者说,汇报一件工作。 比如说,今天早上,Rena老师,去到公司,然后,我的老板问我,Rena,今天你的工作安排是什么? 然后,然后,我就要告诉他,老板,你好,我今天的工作安排是,去接待到我们公司来合作调研的客户。 是什么,我先说,然后,为什么要这么做啊,然后,讲讲,为什么是我去接待啊? 因为,之前,之前负责接待的同事被临时调到其他岗位上有别的工作,所以只能由我来快速的帮他来完成这个紧急工作。 那,我会怎么做呢? 所以呢,老板,我今天上午9点到11点的期间,我要先去机场。 接这位客户,然后,带他去酒店办理入住手续。 接着,我要带他去吃午饭,再送他回去酒店休息。 休息好了之后,下午2点钟,我会把他带到咱们公司的一楼会议室。 到时候,到时候,与您进行一个商业交谈。 好,这个就是做法。 然后,结果。 啊,我觉得这样的安排比较合理。 然后,最后,因为是汇报工作,我再问一下领导。 领导,您觉得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哎,你看,我汇报一件工作,也是按照这样的思路,对不对? 好,然后,包括我们大道新闻报导,也经常是以这样的思路来说的。 还有,学术,就是科研工作,科研论文。 他们也是按照这样的方法,这样的思路来写的。 所以呢,这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怎么样,啊,事情,原因,做法,结果,这样的思路呢, 它是可以运用到中国人的表达当中的各种不同的情况当中的。 所以呢,只要我们学会了这个思路,那你的这些听力听不懂的问题, 还有包括你说话,不知道怎么说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但是需要练习啊。 好,嗯,然后呢,希望通过刚刚我的这些例子呢,啊, 心梅同学就已经大概能够理解了。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因为说清楚这些东西是我们在表达时候的重点。 那你在听一段短文的时候,你也尽量的去听听他这段话说的是什么, 然后为什么,怎么样,啊,怎么办,怎么样。 那他可能不会在一段话里面把所有内容都说完。 但是你可以思考一下,嗯,是什么,哎,他说这个是为什么, 然后他是怎么做的,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哎,你这样,这样思考,你就能够大概的把整段文字的关键信息, 重点内容记下来了。 那你按照这个思路去记呢,最后让你复述的时候, 你也按照这个思路大概的讲出来就可以了。 哎,不用,不用去非常,嗯,把注意力放到某一个词语上。 不用管它是红的,绿的,白的,你要把事情整个讲清楚, 再去讲这些细节,啊,我们在表达的时候, 在做事情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做, 先完成,再完美,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先把事情说完,再去, 再去关注细节形容词。 你先把事说清楚,再去关注里面非常细节的内容, 那些东西可能不是重点,我们先把重点说完,再去关注细节, 这样子你的整个思路就会比较清晰, 不容易在听别人说时候记不下来, 或者说自己说的时候,啊,就把注意力放在这些细节形容词的话, 你整个逻辑如果混乱了,分数也不会太好,所以呢, 还是要把这个思路记在脑子里,可以理解吗? 嗯,可以,嗯,好的,但是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哎,你说,嗯,第一,嗯,嗯,我要不要,嗯,全部都,嗯,说, 重复他说什么 一句话一句话都对的吗 不用 就要尽可能的把他说的都说出来 但是你要先把这个文章的文段内容先说完 要说内容是吗 对 你复述你不用 比如说这段话 你看 他跟你说微笑是生活的一种态度 跟贫富地位处境没有必然的联系 那你就没有必要把你的时间和注意力和记忆力全部都花费在记 跟贫富地位处境没有必然的联系 你就记得微笑是什么 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 这个是这句话的重点 是什么 然后后面这个 如果你一直花心思去记 跟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你可能后面一句你就来不及去听了 所以你要先把这个重点抓住 然后你要再接着去听 他后面是说什么 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他又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富翁可能整天烦恼忧愁愁 而一个穷人 却可能心情舒畅 只有心里有阳光的人才能感受到现实的阳光 如果连自己都苦着脸 那生活如何美好 哎 你看 他在讲这些的时候 你看 他这个 他又讲了 讲了富翁和穷人 富翁他可能会不开心 而穷人可能会每天都心情舒畅 很开心 你主要先要先要把他的重点意思记住 然后再去记这些比较细节的 不太重要的东西 你要先把整个文章里面重要的信息点 把它说出来 然后 这个就是我们在表达的时候的一个重点 你想想 我们这个考试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让你的交际能力能够提高 那我们在听别人说话 然后自己说话让别人听的时候 也是要表达重点 那可能我 一不小心说的一个形容词 它都不是重点 那你听不听这个词语 跟我要表达这个意思 能不能传达到 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但是什么事情是让别人能够听懂 最重要的是呢 就是逻辑 可以理解吗 就像我和你说话的时候 你可能并没有办法记住 我刚刚说了一大段内容里面的形容词 哪个重要 哪个不重要 但是你听懂了我在说一个什么意思 然后你可以回应我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把重点放在这个关键信息上 好 好 好 那你可以先思考一下 你有笔记吗 可以记一下笔记 可以 没事 我已经记录了 因为可以从来看下 好的 你已经记录了 你看我后面还有一句补充 选择一到两个 说一说 丰富你的表达 因为你在很多时候 可能一下子想不起来怎么说 那你先说完是什么 是什么 我打了个红色的三角符号 表示它是重点 你先把是什么 这个问题说了之后 后面为什么 怎么办 怎么样 你可以全都说 但是如果时间不够 你就说一个或者两个就行了 然后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好 你思考 给你思考三分钟 然后 你来试试看 你会怎么说 如果让你用是什么 为什么 怎么办 怎么样 选择一到两个说就行 不用全都说 但是如果你想要全都说也可以 给你三分钟的思考 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我来说理想的生活状态就很简单的 首先是自己跟家里人平安、和睦、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在越南有一句话 身体健康一切都有 好,您稍微慢一点 首先跟自己家里人平安、健康、和睦 在越南有一句话 身体健康一切都有 身体健康一切都有 不管你是从人还是有钱的人 你得病的话你就感觉生活没有意义了 生活没有意义了 嗯 第二 第二 第二就是找到你自己喜欢的工作 如果你找到你喜欢的工作 如果你找到你喜欢的工作 每天上班 你没有感觉工作的压力 第三就是控鱼可以做自己爱好 第三就是控鱼可以做自己的爱好 对 比如做饭 做喜欢的饭 看电影 读书 运动 等等 运动 等等 嗯 嗯 生活 生活 压力越来越多 只要你知道自足常乐 我相信你会找到理想的生活 好 嗯 说完了吗 还是 嗯 说完了 说完了 嗯 好 老师是不是 是不是有点短 老师 其实还可以了 你正常的语速 你 你如果能 你看 给你两分 你看吗 这个题 他的这个 回答时间是两分半 嗯 那你思考时间要算在里面 所以呢 其实差不多了 嗯 其实差不多了 你这个是自己在纸上写过吗 嗯 写过了 嗯 写过了 那你准备了多长时间呢 准备这个题 嗯 因为我 有点长的 差不多是30分钟的 嗯 对 星梅你看 嗯 你这段表达非常棒 非常有逻辑 啊 我们想要让你来说的这些 是什么 为什么 怎么样 你都说了 非常好 你看 你说了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想生活状态 对我来说 理想生活状态很简单 那 首先 就是 自己跟家里人平安 健康 和睦 这个就是是什么 然后你又解释了 为什么啊 在越南有一句话 身体健康 一切都有 不管你是穷人还是有钱的人 你得病的话 你的 你就感觉生活没有意义了 这一句呢 就是 为什么 第二 就是 找到自己 喜欢的工作 啊 你看 我给你写一下你的表达逻辑 非常的清楚 我先说好的 是什么 你先说了第一个 是什么 你说了好多个是什么 然后又加上 为什么 然后第二个 是什么 你看第二个是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 然后又解释了为什么是要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 然后第三 空余时间 空余时间做自己的爱好 是什么 三 加 为什么 三 那总的来说 你的整个表达逻辑是非常清晰 非常好的 逻辑很清晰 重点很明确 但是 明确就是清楚啊 但是有个什么问题呢 你看 你考试的时间 整 整个考试 只有24分钟 但是你准备这一题就花了30分钟 那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 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给你30秒钟就大概思考一下 然后就开始讲 这个是我们要训练的 好 那么 但是 总的来说 你看你的这段表达里面 已经 能够非常 好的 把整个表达逻辑提现出来了 好 那现在老师 再给你出一个新的题 你来 试试看 我们要训练 好 你认为 就跟这个很像的一个题啊 我们一起来练 你认为 理想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讲工作啊 好 现在老师给你短一点时间准备啊 我们不能再准备30分钟了 给你5分钟的时间来准备一下 你试试看 可以吗 不要追求完美啊 你看 先完成再完美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5分钟之内 你把整个逻辑梳理出来啊 5分钟时间 你准备一下 我Am 我这根ra是什么呢 没有 我每天第一次看 我把整个游戏 我不想让你 我觉得是我来说 你能不能还是 我就借了 然后我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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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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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理想的工作状态是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自己喜欢的工作是什么? 第一,就是工作环境好,那你说的工作环境是什么呢? 就是同事好,可以互相帮助,领导好,可以帮你提高你的能力,那在这里我就会加一个 第二 就是工资待遇好,你就可以说薪水好,我们去上班是为什么?是为了赚钱,对吧? 那你也可以说的,就是薪水好,而且工资好,都可以 因为如果工资 比较 理想 那 我们 就 会 更有努力工作的 动力 是吧,你还可以说 第三 第三 就是 看 环境好 薪水好 第三 就是 发 发展 空 空间 大 那 你看我们去 干一份工作 除了环境好 以外,肯定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工资 因为你是去赚钱的 第二就是你的发展空间也很重要 你去工作 肯定是 要发展的 不可能一个人 去干一份工作 他就 希望自己 一辈子都待在他刚刚进去的那个岗位 他也想 升职 也想慢慢的 越来越往高处走 对吗 所以说 第三 就是 发展 空间 大 如果 有 一个 理想的 发展 空间 那么 我们 的 工作 就会 充满 希望 你看 有了 有发展的希望 你有被 慢慢往上提吧 也就是说 你从一个普通的员工慢慢的变成经理 再从经理变成总监 变成主管 然后慢慢的 最后如果能做到总经理这样的位置 一个人从年轻到年老的时候 他肯定是希望自己的职位有上升的过程 所以呢 如果有一个理想的空间 我们的工作就会充满希望 那 如果 一份工作 没有 工资又低 又没有发展前景 又没有发展空间的话 也就是说 一个人可能进去 第一年到他 第二十年 都是一样的薪水 都是一样的岗位 那这个人估计 他也 不会有很好的工作状态 所以呢 我们要结合现实当中的这些实际去思考一下 当然你刚刚说的工作状态 工作环境 好的 好的同事 好的领导 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工作 更幸福的工作 但是除了环境以外呢 可能工资和发展空间也是非常须关注的一个现实问题 所以呢 你看 我在添加了第二第三之后 再加上最后这一句结尾 就很好了 最后不管你在哪个环境上班 你没有努力上班 没有努力学习 你也不能得到理想的工作状态 然后 你看 我给你重新梳理一下 是什么 然后你写了一二三啊 在我左边这个 然后你又说了 为什么啊 为什么 就是不管你在哪个环境上班 没有努力上班 没有努力学习 都不能得到理想的工作状态 不是都不能什么什么 这一段 然后 还是有一点短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说说 怎么做呀 你看 如果不努力 如果不学习 就没有办法 得到理想的工作状态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就说 所以 我们要在 平时的工作中 注意提升 自己的能力 那怎么提升呢 多和别人 多和别人 交流 学习 多去参加项目 和比赛 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我们在讲别的事情的时候 可以用上这样的词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注意 和同事 好好相处 因为 因为良好的 人际关系 是理想的工作状态 非常需要的 好 你看 那 黄色的部分 是我给你添加的内容 你可以理解这个逻辑吗 我加了一个怎么办 还有是什么 里面的二和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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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子以后呢 是不是你说的这段话 就丰富了一些 那正常的语速 我讲一遍给你听 看看要用多少时间啊 你认为理想的工作状态 是什么样的 请简单说说 你要说 现在考生开始答题 哎 这句话啊 我写在这里 先提示一下 现在 考生 开始回答第一题 现在 考生开始回答第一题 有人说 赚很多钱 才是理想的工作状态 但对我来说 理想的工作状态 是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 自己喜欢的工作 是什么 第一是工作环境好 就是同事好 可以互相帮助 领导好 可以帮我提高我的能力 第二是薪水 工资好 因为如果工资比较理想 那我们就会更有努力工作的动力 第三就是发展空间大 如果有一个理想的发展空间 那么我们的工作就会充满希望 最后不管你在哪个环境上班 你没有努力上班 没有努力学习 你也不能得到理想的工作状态 所以怎么办啊 所以我们要在平时的工作中 注意提升自己的能力 多和别人交流学习 多去参加项目和比赛 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 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注意和同事好好相处 因为良好的人际关系 是理想的工作状态非常需要的 好 可以理解吗 可以了 好的 那现在我们学习了之后 我希望你能够花五分钟的时间 好好的做一下笔记 你怎么做笔记呢 你认为理想的工作状态是什么 简单的说说 把这个标题写下来 然后是什么 为什么怎么办 我给你做一个例子 然后以后你要这样做笔记 你的这个思维 才能够在做笔记的过程当中 被训练 一 你认为 理想的工作状态是什么 请简单说说 但对我来说 理想的工作状态 就是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 自己喜欢的工作是什么 第一 第二 第三 这个是什么 是什么 一 二 三 最好就是能够动笔写一下啊 因为你用手写了之后你的这个思维会更加的记能够记得更清楚一些 这个是为什么 然后 所以 怎么办 好 那以这样的思路 你大概就能够理解 这一段话说的是什么了 好 你思考一下啊 理解一下 然后我们再开始训练下一题 没有关系 最开始可能对这些思维方式不是很熟悉 但慢慢来我们总是能够会记住的 你练五题你就很有感觉了啊 我之前的学生也是最开始可能没有办法很快的反应过来 但是练了四五题之后就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至少能够说满两分钟是没有问题的 老师 嗯 你说 嗯 没事了 你继续了 嗯 好好好 好的 那这样子 你带着是什么 为什么 怎么办 这样的思路 大声的 有感情的朗读一遍 也练练自己的朗读 然后 读出来 把它读出来 现在吗 嗯 现在 你就说啊 把这句话也加进去啊 现在考生开始回答第一题 哦 好的 嗯 这个加进去我们就模拟考试时候的状态吧 好的 现在考生 考试 对 好 我把这句话放在前面啊 不要紧张 我们慢慢的来 然后 你就习惯了之后 你就会觉得这些 说什么或者说怎么思考都很很正常 嗯 然后你就能够进入状态了啊 慢慢来 不要害羞 嗯 开始 我听你说 然后我一会儿给你纠正发音 嗯 好 哦 现在考生还是回答第一题 哦 有人说 赚很多钱 才是理想的工作状态 但是 对我来说 理想的工作状态 是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 自己喜欢的工作是什么 第一就是工作环境好 就是同事同事好 可以互相帮助 领导好 可以帮我提高我的能力 第二就是薪水工资好 因为 因为如果公司比较理想 我们就会更有努力工作的动力 第三就是发展工 发展工坚道 如果有一个理想的发展工坚 那么我们的工作就会充满希望 最后不管你在哪个环境上班 你没有努力上班 没有努力学习 你也不能得到理想的工作状态 所以我们要在平时工作中 除以提高自己的能力 多和别人交流 学习 多去参加项目和比赛 提高自己工作的能力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我们还足以和同事好好相助 因为良好的人机关系 是理想工作状态非常需要的 好的 你看你这样读下来 差不多就是两分钟的时间 你如果到时候说话的时候 你可能想不起来这么多 但是你以后尽量的想 尽可能的多想一点 多说几句 然后你再加上你的思考时间 时间就刚刚好 那你刚刚读下来呢 我觉得你的发音其实 还是很不错的 那有一个问题 我现在先来简单的纠正一下 重点的发音课放在明天 现在现在遇到了 考生 还有刚刚我看 空间 考生空间 那这些词啊 你看 他们的读法都是 科 科 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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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词你读的不是很标准 你读的有点像 科 然后 然后 你听我读啊 考生 考生 空间 空间 好 那其实很多越南同学都很难分清楚 科和 科 你读出来有点像 考生 就是这颗很轻 就是这颗很轻 然后空间 你读上空间 那么 其实你也很努力的发这个音了 但是不是很清楚 那 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有一个词叫 Cream 你读 你会读这个词吗 C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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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把这个 Cream 脱长 Cream 你就 C 不要Rim C 脱长 C C C 然后我们这个考生 C 然后 C 还是一样的 考生 C 保生 Cream Cream C 你把这个 C 脱长 C 很好 很好 吃吗 老师 嗯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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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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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 然后 C C C 可以多练练这个发音 Cream 这个词 然后 把这个 C 脱的长长的 然后后面 Cream 后面的Rim 可以不读出来 因为它的发音 是差不多 是一样的 然后以后 你就注意 要把它发成 C C 而不是 好 不是好 是 烤 要把这个 好 这个感觉 给它读出来 嗯 好的 嗯 很好 好声 好声 很好 好声 哎 好 然后读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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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非常好 好 已经很棒了 好 那这个题呢 你理解了吗 你是什么 可以说一二三 其实为什么 你也可以说一二三 你可以说三个理由 就是 你看 三个 哎 稍等一下 我又进来一个电话 一分钟 发送 嗯 发送 有事 天 我有事 就是 或许 愿 一路 有人 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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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有事 没人 inequ 是 有事 你 有事 因为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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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个what 然后又说了两个号 那你看我们还有一个方法怎么才能让我们的这个表达更丰富一点呢 就是你想到哪个想得多你就多说几个 你看这里第一是什么what第一工作环境好第二薪水工资好第三发展空间大啊三个what 然后一个what如果不努力都达不到理想状态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办 第一说了要提升能力 第二个号说了要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其实就是如果你在讲what的时候你想到了四个五个你也可以接着说没有关系 然后如果想到了一个what你可以说一个what 说两个三个都是可以的 然后然后后面怎么办 怎么办这里呢 如果你想到了更多的办法也是可以说的 好的老师 嗯好 那么我们现在在进行这个练习啊 给你五分钟的时间 哦这个我也准备了 好的那那那那我我们先 我们我们先 练一题你没有做过的啊 你稍等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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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话题请你准备一下啊 这个也是曾经在HSKK里面考过的真题 嗯 我们准备五分钟啊 第一天呢我们时间可以长一点 后面慢慢的变成四分钟三分钟 两分钟一分钟 好 好先五分钟 看看这些方法啊 我再给你 看一眼这个方法 看一眼方法啊 这个你其实已经掌握了 主要是这些 主要是这些 这些 好 开始准备五分钟时间 好 老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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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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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那请你来说说看吧 好的,生活中不可最前 生活中不可吗? 最前。 嗯。 嗯,但是如果让我选拥,嗯,但是如果让我选拥,呃,钱还是健康? 健康? 我就选拥,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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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选拥健康,嗯,因为,没事,你说着,然后我努力地跟上你的速度就好了。 旦. 好的,嗯,首先,啊,嗯,很有道理。 第二,你有健康,你可以找到很多的快乐。 虽然你有很多钱,但是你没有健康,你也没有,你也不合去旅游的。 但是你也不能去旅游。 你身体,你想吃美食的。 你想吃美食。 但是胃子不健康,你也不可隐藏。 你也不可以尝。 你就说你也不可以吃就行了。 不可以吃。 因为健康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要锻炼身体。 你开始说做什么了,很好。 你要锻炼身体。 那怎么锻炼呢? 每天可以,比如跑步,打毛球。 打羽毛球啊,不是毛球。 羽毛球。 例如比如说。 柯火 Hä apparently那些不好的东西。 。 熬夜。 等等。 熬夜。 等等。 熬夜。 会怎么样呢 还能再说两句吗 最后只有身体健康 你才可以好好享受的生活 还可以好好享受生活 好 那非常不错 在这一段里面 我就听到了你更加完整的表达 你看你这个说的比这个 你看没有 我原来没有加这些东西 你看 你说的比这个多很多了吧 是吧 多了好多句 你看字体都变小了 所以你看你是在进步的 非常棒 我们掌握了方法 然后慢慢的练习 你说的就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好 好的非常不错 那心梅在刚刚的练习当中 你的表达逻辑 你做到了 首先你说出了 是什么 就你看到这个问题 那你就要先告诉我 你是选择健康 还是选择金钱 那么你告诉我 你选择了健康 这个就是是什么 然后你解释了原因 你说了为什么 那为什么 你说了两点 首先 有健康 你可以赚钱 但是你有钱 也买不了健康 这个是第一点 然后你又说了 第二 你有健康 你可以找到很多的快乐 比如旅游 虽然你有很多钱 但是你没有健康 但是你也不能去旅游 你想吃美食 但是肚子不健康 你也不可以吃 这个就是第二个为什么 那到这里 因为健康非常重要 所以你要锻炼身体 比如跑步 打羽毛球 不可以吃不好的东西 熬夜等等 那这些呢 就是怎么办 然后最后 只有身体健康 你才可以好好享受生活 这个就是结果 怎么样 那你看 你按照这样的思路一说呢 很多内容就已经出来了 已经很不错了 那其实在前面 再加上我们在答题之前 一般如果说了的话 就会更好啊 你说考生现在开始回答 第一题或者第二题 我们假装这个是第二题 考生现在开始回答第二题 生活中不可缺钱 但是如果让我选择 钱还是健康 我就选择健康 因为首先 有健康你可以赚钱 但是你有很多钱 也买不了健康 第二 你有健康 你可以找到很多的快乐 比如旅游 虽然你有很多钱 但是你没有健康 你不能去旅游 你想吃美食 但是肚子不健康 你也不可以吃 因为健康非常重要 所以你要锻炼身体 比如跑步 打羽毛球 不可以吃不好的东西 熬夜等等 最后 只有身体健康 你才可以好好享受生活 那其实你这样说下来 你的表达逻辑是完整的 你的表达的时间 也是差不多够了 已经非常好了 那接下来 我们要继续练习的呢 就是 在更短的时间内 把这个话说出来 好 那么 现在呢 老师给你再修改一下 我给你修改 不是说你做的不好 你已经说的非常好了 那老师只是说 在你的这些内容的基础上 再给你加一点东西 然后帮助你 拓展思路 拓展 就是说 更加丰富一点 然后 如果你 学会了这些字词 这些思路 那以后 你遇到别的题 也可以用上去 你这个已经够了 只是说 我现在 在你完成的基础上 尽量 再让它完美一点 那 你最开始说了 是什么 是健康 那你说了两个原因 为什么 第一 有健康 可以赚钱 第二 有健康 才可以有很多快乐 然后举了几个例子 比如 举了两个例子啊 非常不错 会举例子 然后第三 是怎么办 第三是为什么 怎么办 因为健康 非常重要 所以你要锻炼身体 比如跑步 打羽毛球 不可以吃不好的东西 熬夜 等等 那我 如果是让我说的话 我还有一种方法 因为健康 非常重要 所以 要锻炼身体 你看 身体方面的健康 是一个部分 那 我们 一般情况下 讲 健康啊 是讲 怎么拓展话题 丰富话题 健康这个话题 经常考 那健康 不只是 身体 身体方面的健康 另外一个是什么 心理方面的健康 我们用英语来讲的话 就是 physically 和 mentally 都要健康 那么如果在心理方面 我会在这里 加 不可以熬夜 等等 同时 同时 心理健康也很重要 所以 我们要 学会 释放压力 经常和朋友 家人 交流 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来保持心理健康 好 可以理解吗 可以 嗯 好的 那 你看 就 其实只是短短的 加了一句话 就是说 如果以后 你遇到健康 这个话题啊 你要想到 身体方面的健康 大家一般都会想得到 那 如果你觉得 你能说的 太少了 东西 太少了 你还 时间太短了 那你就再说一点 心理健康方面的东西 那你的整个表达 就更完整 更丰富了 好 可以理解吗 我可以理解了 好的 那希望你记住 这个话题的 丰富方法 我们讲健康 一定要记住 身 心 都要健康 好 那么现在 一样的 请你 有感情的 朗读一遍 这一段内容啊 然后把这句话 也加上 我们要形成习惯 以后再回答问题的时候 尽量把这句话 也说在前面 然后最后 这里再加一句 考生回答完毕 或者说 考生答题完毕 都可以 那这个简单一点 我们做事情要有头 有尾 好 那这样子呢 整个就很完整 你的分数就会高一些 我就这样啊 你就在这里读一下 好的 稍等一下 好 开始吧 可以 现在考生开始回答 第一问题 生活中 不衡倔钱 但是 如果让我选择 钱还是健康 我就选择健康 因为首先 有健康 你可以赚钱 但是你有很多钱 也买不了健康 第二 你有健康 你可以找到很多的快乐 比如 旅游 虽然你有 你有很多钱 但是你没有健康 但是你也不能去旅游 你想吃美食 但是肚子不健康 你也不可以吃 因为健康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要锻炼身体 比如宝布 打羽毛球 可以吃 不可以吃不好的东西 熬夜等等 同时 心理健康 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要学会 放弃压力 释放压力 释放压力 经常和朋友 家人交流 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来保持心理健康 最后 只有身体健康 你才可以 好好享受生活 好 好 顺回答 完毕 非常好 我把这个拼音给你放上 释放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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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 relax 就是relax relax yourself relax 就是relax 这个我们都知道的 我们平时工作 学习 压力很大 压力是什么呢 压力就是 pressure 所以呢 我们要释放压力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的主要内容 在今天的课上呢 我们一起练习了三个题目 然后最重要的呢 就是 跟你一起讲了 汉语表达的常用思路 是什么 为什么 怎么办 还有怎么样 那么在这个框架 这个思路的基础上 我们如何去丰富 我们怎么去丰富 我们的表达呢 哎 就是在 是什么 为什么 怎么办里面 多加几个 你看 第一 第二 第三 这里也可以说 第一 第二 第三 那如果两个呢 哎 你除了第一 第二 第三 你还可以说 首先 其次 除此之外啊 我在这里也给你整理了 顺序啊 首先 这个时间词的内容 我明天再跟你讲 怎么用 我们先看顺序次 首先 你会用了 然后其次 说的比较少 接着 然后 除此之外 最后 那最后你也经常用 首先你也经常用 中间这几个 你也可以说啊 首先 其次 接着 然后 除此之外 你还可以说 同时 等等 那你可以用这些词 来连接一下 来代替 一二三 那你的这个表达 就更多样化 更丰富 好 理解了吗 嗯 理解了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 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里 那 老师有一个要求 就是我现在呢 要在这个 咱们的群里面 把这个 发进去 就是要求你 在今天课后呢 去把这一段话 读 两遍 啊 读两遍 然后明天在上课的时候呢 我们来读 因为明天我要纠正你的发音 所以呢 我要把朗读这个部分的分数给你拿到 所以就需要你来读一下啊 嗯 好的 嗯 提前先练习这一段 一样的 我们明天先来看看你练过的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再找一段新的内容让你来读 要看看你没练过的让你当场读你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们再一起来慢慢的提高自己的能力 好吗 嗯 好的 好的 那么今天的课我们就先上到这里 好的 谢谢新梅同学 啊 辛苦了 那接下来好好休息 好好复习 我们明天再见 嗯 好的 明天再见 老师 嗯 好 啊 再见